大林子步不成儿童版黎博,而邓莎老公突袭节目组解开整季谜团。 从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三季上映以来,网友们就纷纷一直在猜测邓莎老公到底是何方人物。最后,节目组也没有让大家失望,终于解开了大家心目中的谜团。 本来人家老公并没有什么好好奇的,只因之前邓莎突袭《妈妈是超人》这档综艺,而且加上邓莎的名气并不是特别大,很多网友就特别质疑是不是邓莎老公赞助了节目组才让他上的。 甚至还有网友还拍到了邓莎一家陪着儿子大林子一起逛商城,而且邓莎老公也在场。 结果网友给的传闻越来越多了,说邓莎老公是某教育机构的董事,甚至还有点职权,所以邓莎才能够顺利成章的来到了《妈妈是超人》。 邓莎对于外界的这种传闻第一次作出回应,只是个圈外人,不要再纠结了。 虽然邓莎这么说,但是网友还是依旧不能相信,总觉得如果没有点什么怎么能突然现身,妈妈是超人,这档综艺。 网友还是更多的相信自己的眼睛,所以为了揭开这个所谓的光头,没有杜楠的赞助商身份。 节目组在最后一期邀请了所有家庭的家庭成员参加《妈妈是超人》,所以邓莎老公就这么隆重登场了。 看着邓莎老公在镜头面前羞涩的举动,和旁边几组家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。 这下网友们才开始相信邓莎老公真的是圈外人,不想曝光的心情也是很理解了。 但大家难够为了孩子,重新聚在一起,可以说是很甜了。 而等杀在最后一期节目里,看到了贾静雯家里的布布,甚是喜爱,还扬言让大林子牵好布布,能不能拐回家就靠你了。 大林子牵住小手,这组最强儿童版离伯搭档真的是迷思姐姐爱一门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